北杠政公所蔡信替代一南木 及辦公室裡面無視防疫規範 拉下口罩 還有人在室內抽菸 上前制止檢舉 卻被公所提報要記他三大過 民政處召開會議結果出爐 認為他的情節未達記過的程度 全案駁回 他們其實是有在乎這個事情 而不是只是因為是官 所以互相庇護 總算討回公道蔡信替代一南 相當開心直呼是遲來的正義 他說年初到政公所服役 就知道有人在室內抽菸 但隨著疫情升溫 公務人員執法犯法 他才會檢舉拍照錄影 當時政公所指控蔡信替代一南 進入主密室咆哮 濫權阻止里長進入 還有在網路詆毀長官 要記他三支大過 但是他聲音是有比較大 但是因為他這個出發 出發點是這個里長跟 他們的密書 行為上有錯誤了 公所有錯在先 卻要替代一南記過 當時就被笑稱公所不解決問題 卻只想著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經過縣府認定 里長室內抽菸要開罰 而替代一南逆襲成功 事後也被調職 轉往圖書館服役